中国人滚回去 参观可以统战免谈 独派团体大声抗议 要中国人滚回去 热烈欢迎 欢迎欢迎 热烈欢迎 另一头统促党高声欢迎 两派人马在松山机场 炒成一团 都是为上海团来台看灯会 莫主任来台湾心情怎么样 刚说的还快心 穿着西装布下保姆车 面对询问只笑着点点头 他就是帅团的上海市台办 副主任李霄东 周六下午来到北流参访 刻意比表定时间晚一小时 抵达避开人群 文化局还以红龙隔开媒体 似乎被吓了封口令 三天行程安排两天看灯会 一直到周一才会和台北市长 蒋万安见面 也被解读是不是担心被扣上红帽 实际上北市府对上海团访台保密到家 有民进党议员爆料向市府索讨行程 都推说不知情 台北市政府可以用公开透明的原则 来处理上海团的相关的行程 让国人更加的放心安心 相关的行程其实都已经经过 中央陆委会的核准 而且他们也有指出相关的原则 就是要低调单纯而且要安全 两岸关系紧张下中国官员访台 一切低调就怕擦枪走火 法式新闻站村陈志学彭冠林台报道 嗨我是庄宇杰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订阅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